基本上它的重點就是 for i i 這個值是從一個 range range 就是一個清單 當然我們可以配合這個 range 它幫我產生清單 1到90的清單 幫我逐一逐一的放到這個 i 裡面去 有沒有 所以你會發現它其實是背後還有一個什麼 dote.e 這個dote.e就是 step step就是說它會自動幫你找出下一個值 下一個下一個下一個 OK 那如果說我今天希望怎麼樣 把它換成用法迴旋來寫的話 那恐怕很特別注意 你就要把什麼呢 在 range 裡面的這個參數三個東西 要把它分別拆開來放 你才有辦法用法迴旋做出加總 那能不能做可以啦 可是 如果比較之後 你會發現還是用 for 迴旋寫比較簡單 OK 那為什麼要跟各位講用法迴旋寫 因為主要是讓你知道一下兩者之間的差異 OK 如果做同樣的事情 差別在哪裡 那第一個的話 如果你要把它改壞回圈的話 特別注意 我們在 for 迴旋 range 裡面 第一個 它有一個 e e的話是粗值 粗值就是 i 的粗值 那 i 的粗值是多少 e嘛 所以特別之外 如果你要把它改壞回圈 我覺得 step 1 請你拿這個有沒有 在這個回圈的上面 先打一個什麼 i 等 1 OK 所以第一步 要先其實就 range 裡面 第二步的話呢 這個要把它改壞 那 while 怎麼改 我把它先註解 ctrl 加斜線 enter 改的方法就是把 e 把 for 改成 white 空一格 後面就不是寫什麼這一串 而是寫一個邏輯 當 i 怎麼樣 當它什麼時候要去給家呢 當 i 小於 100 的時候 冒號 那實際上 就有點像這個詞 有沒有 當 i 小於 100 有沒有 所以第二個 其實就是 range 裡面的參數 但是特別注意 當 i 小於 100 這應該是 i 等於 1 才對 i 等於 1 然後進到裡面 那 i 如果等於 1 的話 有沒有小於 100 有嘛 true 對不對 那就是做 可是問題來了 它回圈嘛 就回來 回來又回到這邊 i 還是等於 1 所以是不是等於 true 4 又加 所以它會一直加 一直加 加到什麼位為止 加到當機為止 因為這就無窮迴圈 因為它變成說 i 1 等於 1 1 等於 1 那永遠都 i 永遠不會小於 100 那 所以不會 永遠都會小於 100 所以它不會 不會等於或大於 100 那意思就是說 畫了這個迴圈 它就變成無窮迴圈 無窮迴圈就是一直跑 跑不出來了 所以特別是你用畫迴圈的話 還蠻危險的 因為如果你那個後面邏輯射錯的話 那有可能怎麼樣 就會回圈出不來 出不來的話呢 那就一直跑 跑到當機為止 OK 所以有的時候 假設有些程式為什麼會當機 就是無窮迴圈 它沒有一個結果 有沒有 跑不出來 所以這邊就是第三個step 所以 1 2 3 的話記得 在那個 forward 裡面有一個 step 所以我必須請你在這個加總 加完之後的話 後面再加一行 什麼呢 i 等於什麼 i 加1 i 等於 i 加1 實際上呢 就等同於 把這個 i 的詞 本來是 1 幫我加了 1 1 加1 變2 把它寫過去 所以 i 變成 2 了 OK 然後 2 之後的話呢 再回來嘛 然後有沒有小 100 有 有這雷加 再來 3 2 再加 1 然後變 3 再存回去 OK 一直類推 應該可以懂這個邏輯 然後直到什麼 i 當它 99 了 加了 1 變 100 100 囉 所以 100 放過來之後的話 100 有沒有小於 100 沒有 是等於 100 對不對 所以 條件就不為 True 不為 True 的話它會怎麼樣 就離開了 就不會再做了 OK 應該懂這個邏輯吧 因為後來我今天就做這件事情 如果關鍵就是這樣而已 OK 那 我們來試一下 所以寫完了 好 特別注意 重點 主要是讓 如果你會 4 微圈 我想你後來我先用這個範例 你大概就可以了解 兩個之間的差異 差異 第一個 這邊 到這裡 第二個 這邊 到這裡 第三個 這邊 到這裡 有沒有 OK 那就是之間的差異 你講說老師 那這樣看起來用 4 微圈寫就比較 OK 當然是不是比較 OK 當然啦 肯定的吧 對 為什麼 因為如果你用 4 微圈寫的話 好囉嗦 對不對 不過 所以你要懂得選對回圈的方式 像這種公司 你用 4 微圈寫幹嘛 對不對 應該用 4 微圈寫吧 可是跟各位講 如果你用 4 微圈寫對不對 當然也可以啊 你開心就好了 所以我常常看其他工程師寫 因為有些工程師很奇怪 就是不喜歡用 4 微圈 真的 一看 這為什麼不用 4 就好了 4 很清楚啊 很簡潔啊 他就是不喜歡 他就喜歡用 4 微圈 我不知道 所以他裡面所有寫出來的程式 沒有 4 微圈 全部都 4 微圈 我就覺得看得很奇怪 你用 4 微圈 當然這沒辦法 每個人的寫作習慣不同 只要他程式沒有 bug 你能說什麼 對 難不成你要把他所有程式都拿來改嗎 改成 4 微圈嗎 你拿到美國時間 反正程式可以 run 沒有 bug 那就可以了 OK 所以特別注意 但是有些地方 還是真的非得用 4 微圈比較簡單 你不要說 用 有些地方不是範圍 它就是一個條件 那你當然不能用 4 微圈 OK 所以這個地方取捨 恐怕要非常的清楚 這可能要稍微注意一下 什麼地方呢 比如說我不知道說到底應該做到什麼時候要停下來 那這時候你就要用 4 微圈 OK 不過會不會有人有用 4 微圈來寫 他也有啊 你就 4 i in range 有沒有 他可能怎麼樣 後面這個結束的值有沒有 給他一個非常非常大的一個值 讓他一直跑 那裡面就設一個條件 如果那個 i 的什麼情況發生的 然後再 break 掉 可不可以也可以啊 是不是 可不可以這樣寫 可不可以 也有 真的我看過有人這樣寫 因為他只會用 4 微圈 好 剛好跟剛剛那種例子相反 那你說你能說他有錯嗎 其實導爺 陳氏沒有 bug 那當然也是一種寫法 OK 所以這當然跟各位說明一下 所以你不要看到別人寫的跟你不一樣 你就覺得自己寫不對 OK 或者是說你不要以為別人跟你寫不一樣 你就覺得別人是錯的 其實導爺 最重要是怎麼樣 你要用你自己的想法想過的 那種寫法 那當然是你自己最容易理解 而且最知道該怎麼寫的好方法 因為說真的 那個每個人的思考的方向 真的都不一樣 這也是每個人的特質 OK 好 那再來的話 我們來 run 一下 給各位看一下 來執行一下 結果會不會一樣呢 一模一樣 有沒有 這邊的話 計算總和 那就是會是對的 當然這邊的話 你也可以把它改成 怎麼呢 如果用畫圍圈 如果要奇數偶數修改的話 大概差不多 所以後面那個奇數偶數的部分 也許 也可以自己稍微更改一下 畫面先還給各位一下 試一下 那當然 那個回圈是在程式裡面 非常重要的一環 所以如果你對回圈沒辦法好好的掌握的話 出口的話 記得哦 那個 在我們的 Council 這邊有個 STARF 一個 Terminal 有沒有 Terminate 有沒有 這邊 一直讓程式 強制停掉的地方 如果 你執行的話 他理論上這邊會亮紅色的 像這邊 假設你少一行這個 I等於I加1 他會一直跑 那一直停不下來 對不對 你可以Terminate 停掉一下 這樣就強制停止了 如果我今天 這邊忘了加I等於I加1的話 他會一直跑 有沒有 跑不出來 一直跑 那怎麼辦 你看 強制停止 OK 這樣就停掉了 你也不能等很久再按 有的時候 因為跑到記憶體用完了 記憶體用完之後的話 你可能按都按不下去了 你變成要把Ikaliber整個關掉了 OK 這個跟各位說明一下